我們現在開始討論一下 我出幾個小小的動物 做墊墊 你可以再把那個端子寫下來 那個端子 那個公式 V的分號2區 然後 1等於 我不想講公式 我們要想一下這個時期 我跟你講 我記得以前在國中高空的時候 說了公式 你要記得抵押一次 推倒 你要知道它怎麼來的 你只要推倒了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先去一個簡單的題目 我一個公式 自由落下 20公尺 我假的重力加速度 G有可能比10 每秒每秒10公尺 好 它這樣做下來 這個質量是M 質量是M 我們就給你了 它需要多少時間 它需要多少時間 它需要多少時間多下來 什麼 它需要多少時間多下來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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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一秒多一點 浮游西 他要MG V的人都要MG 怎麼算呢 我現在可以 至少 ency 10 劉 y 秘密 每天說 讓脆 Entscheid 你還是要看 詐 bucks 一 crude 幾秒鐘 幾秒鐘落下 那我要一直比這樣長的正確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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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加速都是G對不對 對 然後時間我設為H好了 時間設為T喔 應該很T的 T啦 7T嘛 然後這個是20 所以T2T T2T T2T20 那這樣的話就是T2T 等於T2T 等於T2T 要加上T2T 等於T2T 就是這樣 G是死嗎 欸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你不能直接講 G我已經到你已經死了 假設 真假設 所以答案是更好的 WTF 欸他寫2秒 都錯 都錯 沒事 龍謙 喔沒事沒事沒事 欸欸我撤出來了 他打得對嗎 他打得對 他打得對 問了他就對了 因為他是T2的 這是三角形 那個第一個 紫宏林在血氣上過程 我看不懂 那第二個是 那個 我們幫他 隨便 這是誰叫 不知道 不時得T2T 所以我第一開始直覺就對了 所以我第一開始直覺就對了 第一開始拆那個 好煩喔 沒有打手 直覺 煩耶 修憶爆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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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拿一點 二十五公尺 再一遍 二十五公尺 再一遍 二十五公尺 你走開 跟到五 你把我二十公尺擦掉了 兄弟我先喔 我先要跟到五喔 我直接心算直接跳過過程喔 呵呵呵呵 那我可以跟你講嗎 我感覺起來好趕的樣子喔 我直接心算到五最不敢 好啦 你們不要理那個 冠元跟那個學練的答案 欸 為什麼喔 因為你們跳太快了 那我直接跑啊 欸 哥的公式有錯誤是不是 欸 我們要逼啊 不要講公式 你為什麼每次這樣 沒有 拖一倒啊 拖一倒 我的拖一倒是正確的 哎呦 二五 你給你覺得 你的主意是正確的 正確跟你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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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可以正確跟你的主意 欸 我再看啦 我完整啦 對 完整的 你看這塊是什麼正確 我可以選漂亮一點嗎 對嘛 你們寫的不清不楚的 人家看不懂 如果自己都有吵 人字都比我吵 你要先人 只能長得好乾一點才行啊 好 謝謝 嗯 有理話 對 先拿去洗澡 這樣我可以拿一點 先把G幹掉 我可以 投入 這個問題這麼簡單 我可以拿投入嗎 啊 投入 投入點可以 三點 一點 半點啦 不是 G在上面 先把它幹掉 趙聰 趙聰 你剛剛 他們現在三個在講嗎 他們都沒解釋啊 我根本不知道 你不懂 你不懂 他這樣寫的時候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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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聰 我可以幫你 請教我 你要哪一個 然後 然後 我一直在講 你們有問題 平常就要問同學 去討論 你可以問我 當然也可以 但是你也就問同學 三個都可以 三個都可以 同學 來 你先解釋一下 老師 各位同學 很簡單 這個是個儲 就是代表說 他在這段時間 他所走去 想到25 沒錯 那其實是25 你換他改了25 對 改了25 來 我們現在是要收25 然後現在我們要 踢的時間 然後我們知道 他末數就是GT 因為G是他的 角速度 因為他的角速度是10 然後我現在把10 拉進去 欸 注意好去 請問一下 蛤 在幹嘛 幫我幫我幫我 幫我幫我把這個改成10 你當時才騎的 你當時才騎的 就是10 對 來喔 來喔 那我們這個時候 就可以存出一個 等式就是所謂的 這個是10嗎 10T乘以T 就是這樣 10T乘以T 平嗎 他就住那個頭 不能住啦 10T square 10T square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 這個三角形 所以我們要出一個2 然後之後我們就可以 知道他是25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結束啦 1 這樣等於 更好 因為他總共走25 對啊 他總共要從上面 這樣掉下去 25 同學親眼鏡好不好 張宗鑽很問題 欸 有一點問題 那一段算是 之前他主動 都亂用寫的 讓他怎麼變得更好 他重新寫在左邊啊 右邊哪隻 他重新寫在右邊啊 嗯 哪一段太浮了 對了 還更厚了 哪裡太浮了 好 照照 沒事喔 那有懂嗎 有 有懂嗎 好 先逃入 好 謝謝 小 超一下 根本 絕對會強迫給高 所以讓我超一下 都把它擦掉喔 你不能超 怎麼 先不要放這個 我現在重新再做個小朋友 好 好 現在這個10是G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10先換上去 所以這邊是GT有沒有問題 對 有 這不是GT 10經理可以理解嗎 10經理可以理解嗎 10經理可以理解 蛤 我忘記後面怎麼會有提 他的加速度是 10的時候 每 1秒 1秒之後的速度變多大 1秒後變10 2秒之後 20 7秒之後 70 OK 我們要重複這個幾次 不要 我已經重複了3次 我這樣 還是重新 你這樣會變大 所以 加入感情區的時候 1秒之後是17 2秒之後是2G 3秒之後是3G 7秒之後呢 TG G GT 好 所以他的墨速是GT的問題 他經過的時間是T秒的問題 所以他所走的面積 所走的距離就是這個面積 這面積多少 2分之1 T 再乘上GT 2分之1 GT 0 對不對 有問題 有 沒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 那我看 G是重的 有問題 就趕快舉手 這什麼天理 你超手 手我跟你講 沒有問題 你真的沒有問題 你真的沒有問題 2分之1 你好 所以他所得的距離 所得的距離 假如我不是定義它是25 假如他定義它是H 所得的距離是H 所以這個距離是H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跟剛剛 學齡所做的一模一樣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會偷了 所以他踢時間 等於多少 我們現在只有位置是T嘛 時間不到而已 所以我們先把它乘過來 2H 你看 G 再開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我跟莫數是GT 有 我有問題 H是什麼概念 哪裡 H是高度 H是高度 但是我落下來也高度 對 2GT 不可2G 2H 這個 哪有處 我們是兩邊 從這裡2 才把2D一件 這邊2G了 兩邊是要從G 才會G一件 所以在處理G之後 就是要處理G 好 那要開根 是變成這樣 農先生有問題 老實說T 有什麼問題 這是第一式 1乘以2 這邊什麼 GT GT平方 等於2H 對不對 對不對 1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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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對 GT平方 這是第二式 第二式 屬於G 會變成什麼 G不見的是T平方 等於G分之2H 好 這第三式 好 第三式 開根號 這次 G 會變成什麼 T等於G分之2H 開根號 什麼問題 我再把數字帶進去 好 為何帶進去 你這個 如果一般來講 這就是公式 這就是公式 G等於10 帶進去 H等於25 帶進去 我就可以知道我們剛剛的根號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就是要套公式 可是你不知道這個中間的過程 直接套公式 一定會出錯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不要背公式 沒有公式 好不好 物理學上沒有公式 沒有公式 都是一些規律 你背公式一定容易出錯 千萬千萬不要背公式 我到溝通的時候 基本上我的物理應該是全校數一數二的 沒有沒有很兇 很兇 非常兇 背 我只記得三個公式 三個公式是什麼 第一個叫做 速度等於距離處理機 這個要不要背 有 這個要背嗎 速度等於距離處理機 這根本就是 這已經變常識了 我三秒鐘走100公尺 千萬每秒鐘走10公尺 三個三 是不是100公尺三 這需要背 這不需要背 那就是你又去自由班嗎 我沒有去自由班 那怎麼沒有自由班 這幫自由班 我沒有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 每次月跑物理下來 成績大家都 全校 就會 大家都知道 我會在物理下 各班最高的 那這前三個公式 那我高中的物理 我沒有買參考書 你還是要開始 我沒有母親 所以就這樣子 我就上個聽一聽 就這樣子 就上個聽一聽 就很屌 他就很厲害 自己講 自己講 就很厲害 但是 我覺得 有一個原因 有一個原因是 我基本上是 上個導的公式 我說自己學校推導一次 我一定要先把你推導出來 然後 我推導不出來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 然後我想問為什麼 第一回合先跟同學討論 那你想說 你不是已經全班最好的 那還討論什麼 對 還是有人可以討論 因為每個人給不同觀點 那如果討論不出來 接下來就找老師 因為我們看到任何老師 見到老師 辦一個禮拜才兩次 所以我們三個才來 那下一個就走了 最後要問誰 問隔壁班的老師 問隔壁班的老師 如果不會 再問隔壁隔壁班的老師 反正你想不到 問到一個老師 他會 一定會有人會 那如果說問不會 再回去好好想一想 想個三個禮拜 我為什麼 二分分GT GT GT的四方 T的四方 0.8 0.8 是h h是這個面積 h是手走的距離 h是手走的距離 h是手走的 對吧 那手走的距離 是不是等於 底乘以高矩的 底在這裡 高在這裡 矩2在這裡 對不對 這是相等的 你看 你知道他來 來由 來由了嗎 他的原來是怎麼來的 對不對 OK嗎 OK 沒有問題 道中 對 這樣到車的話 距離等於 我在講的事情 你們要知道 其實那時候 我說我不懂 算可能會算 那時候就不懂 這常發生喔 很多人 會解題 考試很高分 但是是不懂 很多人懂了 但是不會算 這都可能喔 為什麼懂了不會算 因為他計算太差了 他懂那個概念 但是算數很差 不會算 我們到回來檢討 你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你要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一定要先知道你問題在哪裡 你不在問題在哪裡 你就不會解決問題 你要解決什麼 解決問題嘛 所以你連你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就知道的時候 就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我每次問你們 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事情 我剛剛全部不懂 你知道我就沒辦法解決 為什麼 我不知道哪個點不懂啊 我這樣一步一步做 你可以說 喔 修瑋 第二步驟我不懂 我們再會解釋第二步驟 這才會解決一個問題 就像剛剛講 這兩個箱子講 我不懂 我經過這樣解釋 你有懂嗎 有 所以 H等於距離可以 時間 不是 H的距離 時間可以 加速可以可以 時間 這是後面的結果 你看到這樣是沒有錯 你後面看到結果是說 二分之一乘上加速度 再乘上時間的平方 這是結果 但是這個結果 從這邊拍的 沒有懂嗎 這是二分之七 乘上七七 就懂嗎 我還有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要分二分四 因為這三角形面器啊 如果不用圖來解釋的話 不用畫幾個角形來解釋的話 呃 我們 這是OK 我們曾經解釋過 我們後面解釋過 可以提到數一達人 這是平均速度的意思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感覺上 這個面就等於他們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就是 這個點的速度 跟這個時間速度相加速度 你看 這個點的速度 跟這個點的速度 加起來 速度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都在講說 我們假設有個運動 他第一秒是運動到這裡 第一秒的速度是這裡 第二秒的速度是這裡 第三秒的速度是這裡 第四秒的速度是這裡 那它怎麼走的距離是多少呢 我們就 這塊面積 加這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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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實際上它錯了 它實際上是這個樣子 它是這個結果 它面積是這一塊 所以實際上 我們要算的是 不能拿它末數 我們要拿它中間的平均速度 來算 記不記得 要拿這個平均速度來算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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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記得為什麼 對 我沒有拿它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是什麼意思 平均速度是說 我只知道一開始的速度 假設這個VT 我一開始知道的速度在這裡 這個時間的速度在這裡 那我跟你說 這兩點之間 假設它是成等加速在跑的話 它是不是速度應該是這樣 等加速在跑 那它的手肘的距離是多少 是不是這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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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開始的速度就是大概那個 對 在這個時間 你看 是喔 不是 還是不是很抖 怎麼都要抖 就是 它 為什麼它會 它會 不是出現 欸 只是說它的速度 它是不是這個 對 然後它整加速度 就它的面積 對 OK 對 大家就懂了嗎 真的懂 那它的 它所走的距離 我們第一個做法是 算出這個高度跟這個高度 再乘上這個時間 屬於2 機器面積不算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屬於2 對吧 對 不對 嗯哼 這是幾何的算法 那你可以說 這其實就是它們是什麼 它的平均速度 這個平均速度 可以講 我們機器面積要組合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要為甚麼組合 為甚麼組合 為甚麼組合 你可以問 你可以問全世界最偉大的 是後學家 然後他 或許能夠可以跟你講答 好 這是一個提起面 對不對 上底加下底 下底 下底 他或許可以 對不對 高是這裡 兩個鄉層 就得到這個平均式面積的面積 這個平均式面積的面積 除以2 才會有自己的面積 1加1等2 OK 好 所以 你慢慢的知道 會很簡單的話 你學甚麼 你的數學的幾何要加起來 就是趕快就加起來 OK 這沒甚麼好笑 我的幾何比他弱 那個 我說真的 我自己在學英文 我的英文很差 我英文一直很差 我一直讀 讀到後面說 原來我這段不懂 因為這邊沒有學好 所以要趕快回去學那一塊 就是這樣子 我們都經歷過那麼久的時間 一定有些地方學得很好 有些地方學得不好 那 這就回到我剛剛講的 我一定要知道說 我以前哪一塊沒有學好 你趕快把它補起來 你才可以學得更好 不然那一塊有缺漏的時候 就一直卡著 比如像那邊 我可以看出來你的代數沒有很好 所以代數跟幾何要把它加起來 他就是從秀這個時候的意思 那不然就卡住了 那邊學問題直接就卡住了 像有些同學 一定數學的比例不好 他就會在那個濃度那邊就卡住了 就卡關了 濃度就有比例了 濃度當然有比例啊 超過比例 從一人一次方成四 二人一次方成四 這樣還好 好 一人二次方成四 好 在我們解題 通常都這樣 解題通常呢 因為你們一聽過一個問題 爸爸跟小孩 在這個時候 爸爸的年紀是小孩年紀的幾倍 經過幾年之後呢 爸爸的年紀是小孩年紀的多多少 類似這樣的問題 或是說 怎麼樣 那你就要拆多 那就要重新計算 爸爸的年紀現在幾歲 然後你已經幾歲 就算多了 通常要給兩個條件 兩個條件才可以對到兩個方程式 兩個位置 對到兩個方程式 之後你才可以寫出兩個位置數 通常都是 對 腳我們後面都是延伸出來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也是一樣的 第一個 一定告訴你 距離已經知道了 實際上 你可以把它放成一個位置數 距離 第二個問題是告訴你 我們用另外一條去算距離 是這樣算 這兩個會相等 就得到一個方程式 那解方程式 解一顏一次方程式 就可以解除了 這是一顏二方程式 OK 那我直接解除了 好 接下來你們知道速度 速度是Gt嗎 沒問題 速度是Gt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G 等到什麼 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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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分之2H 有等於什麼 根號 2GH 有問題 好 這個nabel 這個是什麼 這個數據是什麼 這數據是什麼 蛤 就是 這數據是什麼 哪一邊的速度 哪一邊的速度 往那個東西移動的速度 那個是往下掉的速度 往下掉的哪一點的速度 這一點的速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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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這一點的速度嗎 這一點快掉到地面上的速度 對不對 你要講 T嘛 這是速度什麼 T秒之後的速度嗎 T秒之後的速度 T秒之後在哪裡 T秒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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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秒這個球在哪裡 阿瑟 T秒之後在哪裡 應該看到地面上 是不是 在這邊可能是 0.1秒 0.2秒 1.3秒 到這一點幾秒 我們剛剛不是在解這個問題嗎 它落地需要幾秒鐘嗎 所以 1秒的意思就是 它落地前的速度 不是嗎 所以落地前的速度就知道了 是2分之 跟它會接續 落地前的速度 跟它會接續 所以呢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 衛能 衛能這邊接續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衛能 衛能 MG是 力嘛 力層上 距離 就是我們的功阿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是另外的定義 定義呢 就要記起來 如果要背公司的話 定義就是要記起來 要背起來 定義要記起來 其他公司不用背 其他公司都推到過來 這是定義 還有另外我背的公司是F'MA W等於F'D 基本上就是這幾個公司 像這兩個公司是定義 對吧 你用肚子低運動 定義的定義 是不是這樣子 力等於質量乘上加速度 是不是 功的定義 功的定義 就是力乘上他所走的距離 前提是 這個距離是 運動的方向 是力的方向嗎 知道嗎 要背這個 要背 這是定義 要背 彈性 沒有 彈力 彈力 彈力還是要背吧 彈力 彈力要背嗎 彈力是線上 彈力 反正 那個 彈力有上到有沒有 我們上過彈力了沒有 沒有 還沒有上到嗎 高 不一定 稍微有 好 彈性太壯了 好 所以 所以 功是這樣來的 mgh是這樣 因為它從這些 地球對它四個力 是mg 它移動了h的高度 所以這邊所得到的能量mgh mgh gh 在這邊剛好gh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想一下 gh 是不是可以等於 2分之1v的平方 這是一個等號推導的 v在那邊對不對 我先開平方 gh出來 把2再除過去 gh等2分之1v的平方 有問題 沒有 有問題 有問題 他抄下來 研究一下 那 如果你沒有抄下來 沒有記下來 這個問題 就 所以 那麼g 因為等於g才能 根號g 哪裡 t不就等於根號g T不在這裡嗎 唉 好 好 如果你 現在wx 我們照三照兩 回去就可以研究 沒有 沒有 算時間 沒有 算時間 開進來 有問題 在這裡有問題 如果你要自己抄 就把它照相照起來 好 好 因為這邊有 這邊有開根號 喔 你要把根號先去開 是不是要平吧 沒有 平方之後再把根除過來 這是平開送跟開聽 是不是 唉 你們 你們已經懂了 要 你們現在講一些奇怪的東西 會影響到他們的理解 喔 好 好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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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跟他的GH 所以GH來都不是一定的 我當然跳了幾次來 那其實就是只有同學跳到那邊 總共跳過一次而已 這樣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高中 浩瑟 有問題要告訴我哪裡有問題 你要有問題 是 不是 我剛剛把他拉起來然後順便上廁所 結果就忘記拿筋筆了 可以再去一遍 所以他掉了一筆筆 不是他剛剛去上廁所 他上廁所忘了拿筋筆了 就跟 對常常拉著旋 然後就爬那個雷胖 衛生紙放在廁所裡面 我忘記有說過這樣 我聽他懂他 他的鼻子是什麼 他叫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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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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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他叫P 我聽不請趙東的說話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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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為呢 我想要找到GH的關係 因為在這邊有GH 有沒有看到 我想知道GH可以用於速度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 NGH 是速度 MGH 是攻 地球最15級的攻 然後 NGH 是攻 因為 MGH 是力 MGH 是所走的距離 記不記得 攻的定義就是力量 左右在這個問題上所走的一段距離 他得到的攻就是力乘上距離 是不是這樣子 記不記得 就是力乘上距離 力乘上距離 對不對 在這邊 力就是MGH 力就是MGH 對不對 距離就是H 有問題 好 這問題 同學 攻等MGH有問題 怎麼來的 記不記得 怎麼來的 記不記得 這個固體在這裡 地球對它似的力是不是MGH 地球是不是似個力MGH 是吧 那為什麼是MGH M是指量 G是什麼 加速度 牛頓的是電動機力量 力量是美 指量是難的加速度 地球對這個固體 你有沒有受到一個加速度 這個力量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這個加速就是所有的重點加速度 G 所以那你所受到的力是MGH 有沒有問題 好 它是這個力 作用的多少距離 作用的那個 H距離 H的高度 所以它所受到的功是MGH 是不是 那有沒有又從運動學 速度的關係推導出來 GH等於2分之1平方 是不是 對啦 所以可以把它帶進來 所以MGH 會等於什麼 MGH 就可以等於什麼 M乘上2分之1平方 是不是 是不是 從它開始成2分之1 MV平方 簡單來講 一個物體它有這麼多的位能 它接受這麼多位能 它可以轉換成這麼多動能 這兩個是相等 這樣子知道意思嗎 B是速度嗎 B是速度 B是速度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變成2分之1的速度很大 質量可以2分之1的速度很大 所以是怎麼樣 好 這就是動能 這就是動能 有人說這就是動能的空式 動能的空式 但是我比較不請像這樣記它 你要知道它怎麼來的 它的推導方式怎麼來的 你知道動能怎麼來的之後 你就都會記得它 所以我舉個例 舉個例 我現在打一顆球 質量是M的球 我如果給它一個速度 往上丟 速度是V 請問要這顆球 目前的動能是多少 應該是TensionB 應該是TensionB 不是Mb 不是Mb 是2分之1 Mb平方 嗯 這是它動能 動能從這邊推導出來的 所以這個一個物體 只要有速度 它就有動能 動能代表多少 2分之1 Mb平方 這樣可以接動嗎 好了 等一下 呃 你應該不要用推導的話 要解釋溫和2分之2 沒有辦法 好吧 那就 這就是 你要真的這樣講的話 這推導後面就變成它的定義了 一個物體只要有速度 它的動能就是2分之1Mb平方 所以就變成被定義出來的東西了 單上釋放不是被定義 它是從這樣推導出來的 它是被推導出來的 動能就是2分之1Mb平方 這樣知道嗎 同學 同學 知道嗎 哪裡有問題 你也不知道問題的 浩瑄 你剛剛就是它 從為你剛剛過的 它的過程 就是這個物體 從鏡子 掉下來 它掉下來 誰給它能量 地球給它能量 地球給它能量 給它多少能量 是不是MGH 可是當它到這邊的時候 這個能量有消失 沒有消失 能量轉換成什麼 從這個衛能 轉換成它的動能 我們講能量走了 從衛能轉換成它的動能 所以這兩個能量應該是一樣的 地球就這樣做了功 所以它會增加它的能量 你從它們物體的這個動能 來看到嗎 增加什麼能量 是從鏡子 鏡子動能多到 0 到這邊增加動能 所以這個地球所做的功 相當於它得到的動能 所以它動能多到 是MGH 可是我們假設你 它們部體真的運動 你不知道它從多高的地方掉下來 你知不知道它得到多少位呢 你不知道它從多高的地方掉下來 你不知道它多少位 應該還是MGH 對 可是那H多少 我知道對不對 可是它現在有速度喔 它現在已經有速度了 我可以從速度知道它動了嗎 當然可以 二分之間比例 你把它跟它動 或者換個角度想 這個東西從一個高度掉下來 它掉到了某個位置 我們看到它的時候 我們專門用速度 請問它原來高度多少 可不可以轉 原來高度 比如說 掉到某個位置 有一個石頭 掉在你頭上 如果你改成它的速度是 每秒10公尺 請問它從多高的地方開來 我不會轉 我不會轉 那你可以從這邊來看嗎 所有東西 在運動學 這種類似的關係 都是從VD組就可以簡單的知道 好了 照中頭上掉了一個石頭 掉到它頭上之前 速度是 我們知道是10公尺 我們想知道 這是指頭丟下來 我們想知道 高度也知道 H也知道 是不是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點的速度是多少 每秒10公尺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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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來胖 時間多少 起碼 同學 同學 不要轉破壞 你幹嘛 你不要 不管 不是 你放在一個危險的地方 那你可以放 那你把它放個圓的位置 你幹嘛 它在水上來呢 水上來 水上來 好 問一個問題 它在重力場 就在地球表面 它要多少的時間才可以到每秒10公尺 假設G等於10公尺 1秒之後 對嘛 所以你是不是很直接 可以從那圖端就看到 T就是1嗎 是不是 T是T GT才有哪個10啊 我是嗎 是不是 好 T是1 那這邊T會算 可以啊 怎麼算 T乘GT是2 T是多少 1 G是多少 10 所以這多少 10 不會是10啦 等於H 說錯了 等於H 所以H多少 H是10 H不是10 H是 多少 H是多少 TSD啊 5 5 是5 是5齁 所以會算了吧 我們剛剛都說不會算 現在都會變成會算 是不是 我會覺得這很困難嗎 你要看 我想想一次 就是 我要用它的速度 算出 它的距離 用那個高度 對 假設它的速度是GT 不用假設 這本來就是 GT 然後 G等於10 所以是 T 存以 GT 就是 T乘以10T 然後 因為它 GT是10的話 就代表它的T解釋 因為 對 對 對 然後 所以就是 T 乘以10 GT 這樣 再 除以2 除以2 為什麼 因為它算能更造型的 對 對 所以轉於5 所以高度度就算出來了 對 所以說 子虹在你頭上5公尺的地方 丟個石頭下來 到你頭上的速度又是多少 到我頭上的速度 速度喔 對啊 頭上5公尺 到我 到我頭上的速度 應該是GT 應該是5公尺 又來了 5公尺 到我頭上5公尺 6公尺 6公尺 GT GT是多少 GT 我們剛剛不已經講了 10 10啊 這10啊 怎麼會變成5 我說0.6公尺 1秒 1秒 1秒10啊 你剛剛 我只把這個問題在反個方向講 你就全部都講錯了 嗯 他在頭上的公尺 所以他在你頭上的公尺 丟個石頭下來 到你頭上的速度又是多少 GT 我們剛剛不是解呢 這個H又是5嘛 對 所以從你頭上5公尺的地方丟個石頭下來 到你頭上的速度又是多少 2公尺 你講太誇張 就是10不是嗎 不是嗎 對 我們從10在這邊推導到說 他的高度是5公尺 從5公尺丟下來怎麼會變成5人呢 沒有啦 我推到6 我推到6 沒有錯 可以 可以用一個時間 對 你用錯了 你剛剛沒有在聽 你剛剛沒有在聽 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 你要大概講 就是為什麼 所以你要想 因為他是加速度 所以他第一秒 第一個瞬間所走的距離 是很小的 因為他速度很小 每一個時間間 變得他手手距離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但他後面呢 最後一秒鐘的結束 他速度是10 可能真正的這5 這1秒鐘所走的距離是夠大 不會是1乘上10 是1乘上10 除以2 對吧 對 這不動聲音 對啊 不動聲音 這樣很好 好 所以這其實 我在講的是同一個東西 但是 我們理解就剛剛講 我問了很多老師 但是我都不會 有時候呢 一直思考 一直思考 突然想通了 那可能需要3天 需要1個禮拜 需要2個禮拜 但是你要去思考 問題到底是什麼 從不同的角度去畫圖看看 去想想看 你就可以想通了 好不好 好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能量 是來自一個高度 地球給他做一個弓 這弓轉換成 他落到你頭上的時候 那一瞬間的時候的速度 就是動能 所以假設 是不是我這樣可以假裝 任何一個東西 可不可以這樣講 等一下 讓我把它抄完 你先抄完 我先講 所以 那個 龍泉跟 浩雪你聽啊 我任何一個空中 他那個球 往這樣掉 速度速力 我是不是都可以猜錯 他是從某個高度掉下來 可不可以這樣猜 是吧 這高度多少 可不可以算了 我們剛剛是不是示範過了 我知道那個球 掉到走路之前是每秒10公尺 我是不是可以反 因為他的高度 有沒有辦法 可以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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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算了嗎 可以算嗎 簡單來講 怎麼算呢 怎麼算呢 我們可以這樣想 他高度的速度 是 H 他是不是 需要 G T 時間就可以算出來了 對不對 這一點的速度 是 V 他加速度 運動的 T時間是得到 V 是不是 所以從這邊是可以到 T等於 G分之V 有問題 T等於G分之V 有問題 T等於G分之V T時間就算不完 T就算不完 是不是 我所得的距離 V 是不是等於什麼 2分之1 T 乘上 V 是不是 V是末數 他這邊的速度 所以等於什麼 2分之1 這邊 G V 乘上V 等於什麼 2G分之V平方 對不對 我的距離 就等於2分之 2G分之V平方 所以 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因為都是未知數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那你要想 我們把剛剛 照著那個蘋果嗎 靠近來看 我們剛剛講的 他的速度是不是10 是不是 是不是 G是多少 也是10 對不對 是不是 靠近來這邊看看 來什麼 V是10 5分之1 2 乘上G M ROM G也是10 10跟10是約到一個 2跟5 10約到3 1 5公尺 是不是會算出來的 如果你只記得後面 這要套公式 但是我不要你套公式 不要你去記 這怎麼算 從這邊來算 會算嗎 會算嗎 應該可以 好 所以我再套公式 你要我們算 那個翻角圈 怎麼算 你可以這樣講 沒有錯 好 所以這三角圈 只有一個 這個圓 只有一個 內容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球 要掉到頭上之前 他的速度是V 所以 這邊是V 對不對 GD在V GD在V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T算出來了 這個 要出於10就好 我們不要出於10 我們出於G 對不對 有問題 沒有 H是在這邊 這時候這時候 H等於什麼 H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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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乘上G T 對不對 對 可是 我們一開始的題目 有沒有時間 沒有 只有速度對不對 所有的東西都要用速度來取代 所以 時間要變成這個 GD等於V 可以帶進來 T等於V 可以帶進來 T等於V 這樣問題 T等於V 你這麼多變數的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知道 什麼東西是已經知道 什麼東西是不知道 在這個地方 什麼東西是已經知道 GD 不是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 我只知道這個東西 掉下來的速度而已 不是嗎 我知道V 我只知道G 我知道 G 已經知道 G是長數對不對 所以我已經知道 G跟V 所以你後面的東西 H必須用 你的公式 你的H 標準公式 你的高度必須用 V來表示 這個意思 一開始我們這個方式 表示 這個表示法 高度是用誰來表示 是用時間來表示 高度是用時間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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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我這個東西 落下的時候 我問你 每一個時間點 它落了多少距離 譬如一秒後會落多少 十秒鐘會落多少 三秒鐘會落多少 你的高度可以用時間來表示 兩秒落十 對 那我現在問題是 我現在問題反過來 它 這個瞬間是V 速度是V 那它從哪裡多下來 所以你的高度 是不是要從這個速度來解 對 對吧 所以你要把這個高度 用速度來解 所以 我們的時間在這邊 你知道嗎 時間就是G跟V 有沒有問題 在這邊 GT等V有沒有問題 沒有啊 所以我們把它換一下 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 換成這個東西 這邊是T等於 7分之V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 換下來 來看一下 1分之1 T等於7分之V 有沒有問題 T1是哪個7分之V 啊 GT等於什麼 V是不是 所以我們得到了 2分之1V 2G分之V平方 2G分之V平方 這個是等於 2G分之V平方 對不對 這是什麼呢 這是H嗎 我們在解H 是不是解H 你 看起來 你好像臉上都移過 但是我不知道你移過在哪裡 所以你要 告訴我移過在哪裡 因為我們在解H 的時候 你看 你應該有個點上 是不是有點上 我移或是我需要下課 好 這樣我會開一點 好 你可以 我們在摧倒的過程 你突然有個地方 聽不懂 很停 你現在聽不懂 你要勇敢一點 大聲很停 然後我沒辦法 我們的問題會一直卡住 我們會一直現在站K 你會累積那個問題 然後 那我就不知道怎麼看 啊 我不知道怎麼幫你 就卡住了 按一下就 按OK 好 謝謝你也是一樣問題 你要隨時喊停 哪邊聽不懂就喊停 好不好 像照動這樣 照動隨時喊停 他就會不要那麼理解 你要喊停 我們才能夠把問題解釋清楚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這樣不能嗎 好 你再好好想一下 用時間想一下 攝影機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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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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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